從頭到尾看到了 這個條文一定要大修特修 要更嚴格 然後要下放的層次 絕對不要低到陷級 太恐怖了 然後條文裡面有很多 文字上模糊空洞 然後是可以鑽的空洞 就是胡錫進講的 我們需要一個 讓外國人可以來 為中國貢獻的管道 但是這個管道 要保證我們吸收的 除了婚姻以外 我覺得婚姻而成為中國公民 或永久居留權 我覺得那個我都不討論 婚姻以外的 門那個大門要開得窄窄的 要非常艱難 然後要讓最頂尖的人才可以來 按照這個 以我所我們這樣子研究的 這個是絕對 中國人是最會鑽空子的 中國人是最會鑽門路的 到最後就是成為任何人 國外反華勢力 國內有錢有勢的人 鑽這個漏洞來進來中國的一個最佳的管道 我此時此刻話講在這裡 如果這個草案有些條文過了 五年十年後 大家各位網友記著 記著看我黃志賢今天的質疑 對不對 我們中國自有的各有的各種特色 我們的邏輯 我們的哲學 我們的醫學 我們的傳統跟西方太不一樣了 就好比說中醫 我非常感動 我真的很感動的是習近平講 3月2日的時候 他說堅持這個疫情要中西醫結合 中西藥病用 然後要把生物安全作為國家總體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搞清楚病源從哪裡來 向哪裡去 病源從哪裡來 從這個病毒的RNA就可以看了 可以查得到 科學家現在也在做 知道不是華南海鮮市場 知道在國外存在的病毒 它在位階上是比較早的 比較老的 在中國是比較新的 比較小的 那請問是誰傳給誰 可是中國我們自有的 我們的傳統 我們的成就 外國人承認嗎 世衛組織2月25日說 我們目前認為可能只有一個藥物 真正具有功效 就是瑞德西韋 是美國的 的一個生物公司 股價聽得這 漲了5% 但是他這句話 世衛組織的話 被美國國家過敏跟傳染病研究所所長佛奇打臉 佛奇說目前仍然沒有任何數據 可以證明有一個藥物可以改善臨床結果 好 那中醫被世衛否認了嗎 是中國的專家沒有向世衛組織報告說我們中醫藥有用 明明WHO考察組的中方組長兩萬年說 比如中醫藥的使用有 他們有跟世衛講我們中醫藥的成就嗎 然後世衛不承認嗎 還是根本中方不敢告訴西方人說我們中醫有成就 明明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2月28日證實3.6萬治癒者出院 這3.6萬治癒者裡面40%的病人接受中西醫治療的結果 請問這些人數難道比不上一個瑞德西偉嗎 全世界現在正式接受瑞德西偉治療出院只有一個人 我們中國人幾千年的中醫我們中國人這一次幾萬人治療治癒 利用中醫藥結果比不上一個瑞德西偉 請你告訴我WHO你背後有多少利益 來這全部都是雲南省北京大陸各個省都是 而最新的我一再講的2月24日央視報導了 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柏黎講了3個例子 這是李文亮的同事 李文亮有3個同事都已經被他們醫院的領導認為沒有希望了 我放棄我死馬當活馬因為我沒有辦法救了 結果北京劉清泉教授親自看診研究配方 患者吃了藥以後其中兩個人已經完全康復 一個人症狀大為好轉 請問這比不上瑞德西偉嗎 對比李文亮 李文亮他的治療是純西醫的 抗生素激素抗病毒的藥告訴你這全部都是錯的 因為抗生素只能治療細菌發炎 他無法治療病毒發炎 一樣發炎細菌造成的發炎跟病毒造成的發炎是兩碼式 所以你病毒發炎你吃抗生素是白吃的 而且會傷害你的身體 激素就是類固醇 他會讓你的身體沒有辦法去抵抗病毒 所以他反而會讓你身體更慘 然後高流量吸氧 這一次病死的人解剖屍體 他的肺裡面是大量很濃很濃的痰 中醫治痰有非常非常厲害的方法 他的辯證治療非常非常厲害 可是你沒有辦法處理他的痰 你給他癢 他癢吸不掉啊 他的肺泡沒有辦法運作 所以最後李文亮純西醫治療 最後不幸離開 他的同樣醫院的同事 三個重症 兩個已經康復了 然後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說 全世界只有瑞德西偉可以治 你好不好意思 所以我非常佩服習近平說 我就是要中西醫治療 就是要中西藥 可是我們中國人這個獨特的東西 西方人承認嗎 西方人不承認 我們就不算數嗎 我們自己就不敢承認嗎 大家都知道 中醫長期以來就是被西醫打壓 尤其在台灣 我覺得反而在中國大陸 中醫還有它的獨特性 而且中國大陸醫院裡面 中醫跟西醫都可以合併的 甚至有很多好的醫生 它同時具有西醫的醫生的執照 又有中醫醫師的執照 那台灣這些年來 從中醫開始納入健保之後 我覺得台灣現在的中醫好一點了 但是我覺得世界的醫學主流 都還是以西醫為主 而且是排治中醫 你記不記得17年前 SARS的時候 其實當時我就看大陸的資料 就已經有中醫的治療 SARS的方機出現 廣州中醫藥大學 鄧鐵濤上書給溫家寶 說請讓中醫治 結果後來溫家寶跟吳怡 他們同意了 廣州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 收了73個病人 零死亡 零轉院 然後零後遺症 完全沒有後遺症 台灣的病人是用西醫治的 西醫治療 非常多的後遺症 幾乎殘廢了 而且你剛剛所講的那個激素治療 就是有人說酵素治療 激素就是肋骨醇 酵素治療之後 病恢復了之後 他一生的身體大概壞掉了 有完蛋了 他骨質疏瘡症一輩子跟著他 那我現在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的意思就是 我們明明知道西方的世界 用西醫為主 而且排斥中醫 那我是何等希望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中國大陸 不要忘記了 從當時SARS以來 就開始用中醫的療法 這一次的肺炎 也用中醫療法有成就的話 我覺得應該要拿出好的證據跟紀錄 用符合西醫的科學的方法 來臨床來證實 因為之前你本身有中醫的專業 這我尊重你 我本身是外行 但是我的觀點就是說 我們要賭西方西醫的嘴 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中醫的東西 我們用臨床用實驗用證明 就像你剛剛所講的 一個一個把它排列組合 把它奴列出來 來證明說 我中醫是有效的方法 那這樣的話才能夠有效的去 來逐步來推動 而且中醫的治療病的方法 基本觀點根本跟西醫完全不一樣 然後我會找到一段視頻拍照 那現在我們有效的 馬路 我們要去做